市長 剛剛宏威議員提到說 學校可不可以限制採買國產豬 你一直不可能正面答覆說做不到 我告訴您做得到 而且你也可以請你的教育局跟衛生局跟北農 告訴你做得到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要求學校營養午餐的 這個蔬菜類 蔬果類 盡量採購所謂的有機蔬菜 尤其是你之前到雲林去 也承諾要採購雲林的這個有機蔬菜 回來北農就已經做了一個系統 有一個供應平台 所以為什麼會做不到呢 學校是你最做得到的 學校以外很難做到我知道 學校以內你是做得到的 講到這個萊豬的問題 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請教你 昨天陳時中說兩歲以下的幼兒 可不可以吃萊豬 他說動物實驗是沒有問題的啊 所以沒有禁止 那因為他是牙醫我沒有那麼相信 我比較相信你 請問一下你認為兩歲以下 到底適不適合食用萊豬 是不是動物實驗通過 幼兒的健康就沒有問題 第一點喔 平洋午餐喔 學校為什麼可以控制 因為我們有機蔬菜都是氣座的 有契約的 所以我們口家園就有辦法控制 國產豬也可以啊 因為叫你買的是國產豬 可以是 但是為什麼我的人是這樣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做得到就跟你說做得到 有機蔬菜 有機米 因為我們是氣座 所以我非常清楚這個來自哪有履歷表 你現在有一天我說那個瘦肉精的是 我目前我沒有能力去檢查那個 那個貢丸裡面什麼東西 那個肉這樣太困難了 所以這個問題是這樣 因為現在媒體也在這裡 一直到現在為止 我還不知道中央到底那個 含有瘦肉精的豬肉進口 它是怎麼管理的 我到現在還沒看到 所以也就是說 當它源頭可以做到的事它不做到 它逼我們下面做 那時候我們的態度是反抗 我們站出來講說你這個造成我的困擾 那我現在如果跟你當一大隊 它將來那個全面源頭還是不管你 那市長你覺得兩歲以下的幼兒呢 兩歲以下是這樣 動物實驗通過人體就沒問題嗎? 尤其是幼兒 這個是這樣 所有的藥物是看濃度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就源頭反 其實標準 這個講要花時間了 其實最理想是應該在 所有的住在屠宰前三天要停止 所以你是覺得可以定安全容許量可以使用囉 你現在已經變成跟陳時中一樣的步調 因為你說看濃度 所以你是同意有一個安全容許量 可是台北市是零檢出耶 請你尊重台北市的自治條例 好 沒關係 下一題 最近一直有媒體說 你是為了選2024 所以跟藍軍靠攏 不管是對藍軍友善或者是挖腳藍軍 我認為沒有那麼政治權謀啦 只是因為你的第一任覺得自己最厲害 第二任才開始慢慢體會到說大家都很厲害 所以你最近一直在跟前任的市長有一些會面 我也非常肯定 上一次你在拜會好前市長的時候 提到兩項市政 第一個是他建議你要自己親自去抽查1999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聊到U-bike 2.0 那非常感謝回來以後交通局就跟我約時間 說想要聽看看說那一天好前市長對U-bike 2.0的意見 可是1999這件事情 我的立場跟好前市長是一樣 我建議你要親自去抽查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內湖這個非法安養機構的問題裡面 有一個環節就在1999 里長是打1999通報的 結果1999把他轉接到分機去衛生局的分機 然後衛生局因為中午休息時間沒人接 1999還問里長說請問要不要立案 請問這種事情還可以問說要不要立案嗎 民眾到警察局報案以後 警察局還要一直問說你要立案嗎 你不要立案好了 你真的要報案嗎 這其實就是在吃案嘛 在人家通報非法的安養機構 怎麼打電話來 午休時間沒人就算了 然後問你要不要立案 然後1999就不再追蹤了 過去1999是有追蹤的 而且還會回報 現在的1999又回到了最早時候的一個總機的功能而已 已經沒有這種市政管家 市政研考的這個功能 所以我不知道說你是不是到現在還五年多了 還是自己從來沒有抽查過1999 一次都沒有 所以你一直去檢討衛生局跟社會局去懲處他們 可是最源頭的1999呢 因為大家都是打1999 請市長你檢討回答 1999去看過一次 不過很久沒有去 我答應你我再去視察一次 OK